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常交通中发生拥堵 交通事故 违法停车 道路危险侵入等多种事件 至今为止 这些现象由监视员通过监视摄像头来进行目视监测 可是 通过目视监视设置在道路上的大量的摄像头 花费大量人力时间 我们提供Special Traffic Image Analysis 来提高道路监视的效率 Special Traffic Image Analysis 通过实时分析监视摄像头的视频来监测事件的发生 例如 通过视频监测停车区以外的违法停车 检测到的事件立即显示在画面上 监视员可以立即得知事件的发生 同时 监视员可以联络当地警察等进行迅速对应 Special Traffic Image Analysis 可以实时自动检测事件 所以 监视员不需要目视所有的摄像头 避免漏简 违法停车以外 可以检测行人的道路入侵 逆行 路边摊点摆设等九种事件 傅士通的视频识别技术在夜晚 雨天等视野不良环境下 也可以对车辆 速度等进行高精度识别 从大量视频数据中 根据不同状况 将相似数据进行分类 又用机械学习方式来实现 此外 收集以及分析 拥堵等各个道路的事件的历史数据 发现容易发生问题的道路 贡献于城市建设当中 傅士通所提供的 Special Traffic Image Analysis 不仅可以实现大幅的业务效力提高 还可以通过 AI 技术分析收集的大量数据来预测倾向 以支援顾客实现更智慧的道路管理 未来 不仅仅是道路管理 我们通过与其他领域解决方案的集成来获得移动大数据 提供城市全体的移动最优化 让我们一起努力实现智慧移动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